电视剧《楚桥传》马上就要大结局了 最新剧情中 燕巡在头疼难耐之际 阿金掌握了女神医 为燕巡医治 其实她就是圆纯假扮的 其次她是来刺杀燕巡的 圆纯号称史上打不死的小强 她三番五次死里逃生 命太大了 圆纯在杀死魏帝魏果的情况下 被魏帝毒酒刺死 圆纯在心死之际 幸得魏书业 心死相救 圆彻的顺水推中 圆纯得以存活在世上 圆纯假死后历经千辛万苦 来到了燕北境内 和圆松在一起畅谈之后 没想到竟然会来刺杀燕巡 借给燕巡真久的时候 圆纯伺机要杀死燕巡 幸得魏书及时赶到 不过其实她还爱着燕巡 其实是给她机会 她也不一定会杀燕巡 她此次来到燕北 名义上是投奔各个圆松 实际上是对燕巡仍然不死心 从她用手无脸这一动作就可以看出 被辱后的尘尔无颜面镜燕巡 而她深知自己与燕巡已再无可能 但是还是忍不住想来见她 燕巡看到圆巡的时候 叫了一声唇耳 并让手下都退下 可见燕巡对唇耳还是有感情的 这次肯定还是会饶过唇耳